因信批为规 连宇宙概念股天下秀遭上交所警示 近两年内股价已摇斩 11月19日消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 关于对天下秀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上交所表示 公司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 自行对外发布涉及公司经营业务 未来发展的重要信息 且相关发布信息可能对投资者形成误导 经上交所查明 11月18日 天下秀通过公司自媒体公众号发布了时任董事长李蒙署名的公开信 称公司开发的红宇宙是一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3D 虚拟社交产品等消息 受上述消息影响 天下秀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 但也已从近两年24.6元美股的高位走下坡路至10元美股上下 截至今日收盘 天下秀涨停报15.31元美股 经监管督促 公于11月18日晚间披露公告称 经公司自查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并未参与ARVRMR级相关硬件技术研发 义无相关硬件技术储备或专利 目前红宇宙产品也尚未接入前述硬件技术 红宇宙作为实验阶段产品 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公开资料显示 天下秀成立于2009年2020年8月 天下秀借壳ST汇球登陆A股 在上交所上市 成为红人经济第一股 天眼查显示 天下秀曾先后获得新浪以及软银赛付 国根士丹令等多家机构的数亿元融资 大股东新浪通过收窝和HKL持有18.40% 股权 微博持股8.17% 为第二大股东